我们现在身处的是时代京城的四旗 是罗村的 而物馆那边可以通知我们 其实现在在时代京城的整个斯山罗村 也是委托了一个承包商 将两旁路边的固定收费都已经承包了下来 很短时间也会进行路边收费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很多的楼上的业主都开始 因为在街里面的执法非常严厌 他也在说一张牛肉干是200元 他抄了两张其实等于一个月的收费 现在路路终终对停车收费的意识 已经增强了 也在租金和他们查询我们的车位的时候 都有一个正面 整个市场都是趋向一个叫成熟化 我们看到那种路边收费 和那种道路的资源 和车位的资源 不断可以在国内做到的肯定 相信我们香港朋友来说 其实是再过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想参与国内的车位市场 这种稀缺的产品的话 我相信是都不会有机会参与的 特别我们有些叫市中心 和商业的车位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